再來這間是何要跟在地人嚇死 這個雲林高興的行政有一個地方 最近部隊都在那邊打青 這個流河都背到民體騎街 甚至這個沖寺還穿過水塔 就有民眾在水河橫 撞到五十八顆的沖寺頭 當地鄉親是很煩惱 就走到這樣繼續下去 不知道哪一天 這個沖寺會沖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是很希望沖寬可以來改變 一個社區的方向 這不是四顆粗 洪水豹炮起來看五十八顆的沖寺 都是民眾王先生在自己的沖寺圈 裡面撞到的 我剛剛在打場的墊上邊 這些沖寺頭全部都是 為他分林高興站上的沖寺來的 雖然說沖寺有風大沖 但是沖寺圈比沖寺還比較高四五十公尺 不然是落在土地車的燙過水塔 這燙過的 這燙過的 洗水塔一天可以發現說 沖寺空白白身 還有沖寺條在水塔上面 拜一天打 阿布的 拜二幾天的 拜三 拜四 拜五 打早 晚上還要滾的海流再來打 民眾很煩惱 有一天沖寺天不會打過來 打到人 沖寺的外面 真是有刻表的一樣 打琴的時間 記到清清楚楚 民眾是希望說 不然等到外向打 就是希望沖寺可以改變打琴的方向 不然就是珍惜他們的過程 沖寺怎麼說呢 我們會在一個月內做出一個整體的評估 沖寺表示 部隊不能無分連 可是民眾要一批過程做事 可以先跟他們說 他們是不要打琴 打琴的時候也會要專業的高官 感動 其他問題因為很多單位有關係 要再開會討論 Thank you OK 非常謝謝